剛才說了俄羅斯方面的實力 中國隊那方面 其實他們今晚有沒有什麼彈虎去對付俄羅斯 我們看到其實中國隊今次在比賽中 各方的球評對這隊中國隊都很理想 我覺得特別在組織戰術方面十分成功 唯一來講就是在八球失誤 就略為嚴波了一點 我覺得今晚中國隊要黑敵 反而不是面對金幕話或者安達魔路話 反而是要怎樣克制太枝真高的白宮和貝妃 你一直都說太枝真高的貝妃 還要大威脅 不過我自己就希望中國隊 你不要理會對方進攻 他拿分有他拿分 我們中國隊都要拿分 就是靠一傳到位 做多戰術給大家看 最多就是一人磨一分 總之我們希望有一場劇烈的龍戰 至於我當然最不想見到的就是中國隊自己發球失誤 這個是之前幾晚大家都經常見到的東西 希望今晚不要再見到 這個時間我們收到衛星訊號了 快點去球場那邊一起看球 現在看到的比賽場館呢 就是在意大利的安德里亞的球 從中國的 就要介紹一下 兩隊的分別 沒錯 首先就是在中國隊這方面 就是他們的隊長2號的馮昏 是他們的二傳手 是星球手來的 接著就是3號的楊浩 是他們的主攻手 4號劉亞藍 快攻一流 為中國隊得了很多分 接著是7號的周蘇紅 是負責接應二傳 和快攻也是很拿手 影子殺手 不過這幾晚表現就不太好 接著就是8號的趙睿睿 是他們的快攻手 接著就是有15號的王麗娜 應該王麗娜都會代替了楚金陵出場 接著就是16號的張娜 就是他們的自由防守球員 在這幾晚他的表現都非常好 看到他現在都很開心地出場 這位就是他們的教練陳忠王 好抱歉 Head coach陳忠王 大家也都記得到 這位出場表上的 是交給裁判的位置上的安排 7號的安排 現在呢 就看俄羅斯方面 正數的3號 比力高 1.9米 7號方面 Safronova 7號方面 Safronova 這個隊長 亦都是一位 很多球員很熟悉的 康達摩奧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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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號球員就是金學娜 今晚亦是來一個高大小委層的功臣 持有人方面 16號的辛尼高娃 這就是大家亦都應該相當熟悉的 卡寶教練 永遠他的特色就是 非常大聲在場外渴 看看今天他渴不渴得到 隊伍拿冠軍 希望場方可以比較大家接近一點 好了 看了雙方隊員的陣容 這個時間在開球前有一件事提一提各位 就是在同一時間 18台現在為大家直播中的 就是亞迪士四角邀請賽 現在依然還未完場 就是法根利物浦對加拉塔沙磊的比賽 戰況都很激烈 稍後時間還會有國際米蘭對亞迪士的賽事 所以各位體育台和18台 兩方面都有直播的賽事 大家可以自由選擇來看 最好當然有兩部簡易氣 總之你隨你喜好 喜歡看排球的現在來 開球先就是中學隊 沒錯 剛剛中學隊 朗到這個球組的戰術 周蘇雄得手 我剛才看雙方球員出場時 我感覺到中學隊今晚 他們的信心幾夠 剛才我見到 無論球員或教練 面上都充滿了他們的笑容 通常是一些有信心的球員 他們會心情會比較放鬆 會輕鬆些 話口未完 太子真高立即又打個貝飛拿回一分 暫時比數是1比1 現在太子真高在整個比賽 晉級首的排名榜是排名第一 9號的就是太子真高 除了經驗好之外 我們也有一個很有信心的球員 通常會打到全球隊 組織路華 領先打到八球 破壞了中學隊的一傳 組織過戰術推攻過對面 搜刀 修正長球 三方路華 這邊王立爐 打不打手頂 他們覺得打手頂 但球證都說沒有 看看球慢鏡打不打到 好,这个球应该是打不到首领, 继续是组坚老华发球, 很强的构楼式发球, 我说中学队一传, 王丽娜打首席, 刚刚打到首篇落到房底, 为中学队追回分2比3, 其实整个赛事, 陈中学教练在4号位都见相路跟, 杨鹤正选取得了, 杨鹤正选, 杨鹤和王丽娜要看他们哪一个状态好, 追近了王丽娜好, 发球, 王丽娜教练最喜欢的一件事, 就是他这个球球式的发球, 往往都能够撕破对方的一传, 为自己队友制造叉烧的机会, 又追成平手3比3, 好有信心, 我换得住, 后面太子星都打了贝妃, 这边这么突然修正, 章娜救到, 修正过来2号位, 周苏雄打到直线, 好漂亮啊, 有样好, 暂时看中国的防守意识, 和移众很快, 是啊, 要赞一赞自由防守球员章娜, 这个新人很称職, 继续是王丽娜发球, 暂时是中国队第一个发球身, 俄斯泰智珍高发球, 这球球烟友, 将修正过来2号位, 修正过来2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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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线, 但是后面抢了球, 抢了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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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变了由领先回1分, 修正过来2号位, 修正过来2号位, 一传比1号位, 都肯定逼出4号位, 他们的重要人物, 通常在4号位打, 2段攻击, 这个球也成功得分, 因为这个球可以升可以打, 选择了, 就自己打了, 沙哥奴湾, 又去到俄斯队的8球, 金鹤蛙8球, 一传某到位, 光芒攻击, 没错, 当中乐队尝试升球的时候, 河斯队的蓝网越过网顶, 是蓝的球, 比球队追了一个浪漫的攻击, 是中乐队的球, 周苏鸿, 在比赛中, 相当表现不错的球, 扣球式8球, 有些运动过了, 河斯队, 升卧后排, 沙方老挖, 打到手顶, 拿了这分, 打球球, 7号的就是沙方老挖, 凉手, 扣球球, 阿斯队, 她是三方老挖法球, 传�逗位, 耶, 这球球小心, 可能踩到脚了, 有些踩到脚面, 不太好意思, 看看这球球, 就是带来, 在落背时, 要身边去对面, 是带来踩脚面, 可能会否对有影响, 希望没有, 因为会出现很大, 試計沒問題,繼續打 其實這次是很難的 其實是離枉一齊的 打這個球比自己還好 比自己還好 其實這個球差一點位置 繼續,現在都是7比7 中國隊一傳某位置 要去打個背面,赤線拿到地 這次正好多了,時間的配合 所以拿完這一分之後 中國隊暫時8比7領先俄羅斯 也去到這局第一個技術暫停 大戰一開出來,似乎中國隊表現得不錯 對,我覺得今晚剛才說了 中國隊的隊員出場的時候 每個人都很有信心 打上來,我們看到今晚的手風 也相當不錯 但看回俄羅斯隊 幾個主攻手 暫時都未見到他有什麼很特殊的表現 我們未見到安岡摩奧娃 未見到金木娃的球殺 那三個時間,你應該很快會見到 在這個時間,不如我們快點去球場看比賽 現在的比數,中國已經領先到9比7 拿完這一分,就有三分的優勢 10比7 趙瑞瑞發球 對,可惜了 又有球,又有後勢 趙瑞瑞在早前對美國的比賽發球身 都是比較多的 她是一場強 希望今場以卡尼一個,不會再來了 沒有答案 有人碰網 中國隊難忘的時候,會碰網 就是最近了,到落後一分 繼續都是隊長發球 安岡摩奧娜娃 我們經常都稱讚 安岡摩奧娜娃在俄羅斯隊 是一個很重要的領域 很強的球式發球 有位隊友計了一個卡通的機會 其實我覺得中國隊接過一傳 不應該這麼薄 應該到三米線以來已經夠了 不要太刻意這張阿波比賽 因為對方的球球實在很強 安岡摩奧娃 繼續扣球 直發球 又一傳 王蕭良 被對方守起 自然撥球九度 安岡摩奧娜娃 打到球出界 金摩奧娃和安岡摩奧娃的分別 安岡摩奧娃調整這球 她做得更好 金摩奧娃一時設定漂亮 她才有機會打得漂亮 沒錯 十一十 紅軍發言過後 我說對方一傳 後排最高 是漂亮的 又是隊長 安岡摩奧娃的後排攻擊 中國隊前教練袁慧文曾經說過 那一隊球中應該有一個尖指的球員 我們叫做壓陣 俄羅斯的壓陣球員 我覺得是安岡摩奧娃 中國隊暫時有沒有這個角色出現 現在我覺得他們整隊中國隊來說是比較平均 但是你說要找靈魂人物 暫時來說就沒有 如果大家還熟悉80年代的中國女朋友 朗平日大演出的角色 平均是平均佬 也希望平均實力 可以早一點 中國隊 暫時來說 大家分數都好 剛剛金螺瓜 一個重扣就拿了一分 一傳某到 這次位楊浩 但是力量 打破不了最多的藍網 我經常都說 楊浩應該要嘗試改變一些打法 我們就不要這麼刻意地打到場區裡面 應該學一下藍寒隊 乖巧一點 打多些手邊 打些觸手出界 反而得分的機會更大 這個球再次出界 俄羅斯反超前 14比12 這個戰術 其實基本上 成功波也是周蘇龍 太貪心了 要打到地下 如果能夠打難忘手的手頂 反而這個球是有機會的 陳宗是教練 要叫個暫停 就先談談 我們經常都說 俄羅斯隊 他們的打法是簡單直接 純粹是打個人特殘 打個人的素質 他們身體的素質 包括高度 他們扣球的力量 還有個人的準誠度 譬如震攻金莫娃 安納摩羅娃 太子真哥 三條煙在這裡 其實其他對手要贏他們 真的一點都不容易 但是他們的默契越來越好 簡直就是 總之加多 兩個新人進來 一隊都不怕 起碼有三條煙在這裡 默契好 因為他們差不多 整隊球是來自同一隊球隊 還有打好多年 很漂亮的球隊 劉亞藍 北桂是一個中國隊的主力得分球員 在攻擊排名榜的劉亞藍排行第二 高過至於一級 對 越打越好 俄斯的快攻 一隊 九球 漂亮 來的 仍然是打在後來球 周蘇 好打的 這球 其實球有點不到位 咬盡條也要打球下去 剛剛打到對方難忘的手掌 你看這球 俄斯做過快攻 同軍救得漂亮這球 接著做過周崇的掩護 劉亞藍的快球 一傳到位 金鑊鑊扣 打到手掌 反而金鑊鑊今晚打得很棒 不勉強打入場區 有手打手 有線打線 這球真的有點好 轉身打是直線的 對 很漂亮 趙蕊蕊這個貝菲 黑了 其實我覺得我經常說 中國可以利用 個人特害得分 就應該多一點利用趙蕊蕊 因為他有1.93米的高度 有絕對高度的優勢 尤其是貝菲 他很多點可以打到 但他今天真的會做多一點 哎呀可惜 這球已經威脅到對方 破壞俄斯隊一戰 但是 就阻擋不到 比利高彎的快攻 變成16比15 現場 第二個技術暫停 這一個會出現 但是分數 其實一路發展 由開局初段 到現在 大家的分數很接近 很少帶來我 就多過2分 所以搞到現在 都只是胡思琳先1分 所以對中國隊來計 暫時一點 其實不頑 不過是爭取 今天有點擔心 他被封網方面 可不可以封得住 就對方2個高妹 分數2位 4位 的攻擊 我就是 首先打個快攻 也要打到觸手 今晚卡布教練 好像冷靜 暫時未開聲 罵人 不過問題我猜 因為俄羅斯 一開出來 暫時打得不錯 所以令卡布教練 都未有罵 你有點無畏 他最生氣 就有點無畏 你看他今晚 算冷靜 對 很冷靜 如果觀眾說 咦 究竟卡布教練 是否在這裡 是在這裡 不過沒有大聲 你平時不在這裡 都聽到那些聲音 是 這也是卡布教練常用的方法 將三方圍 搬出來搬入10秒 斯仙妮娜 為他8球 還防守 斯仙妮娜 只是年輕的球員 18歲而已 你不要開塞球 開塞球 卡布教練 開口罵人 稱職 開到球 楊浩打球 轉手 直線很厲害 轉得很快 聽到了 聽到卡布大聲罵人 覺得藍寶做得不好 留了直線給人 10號的組繭路蛙 留了直線 讓楊浩有機會 偷襲 楊浩扣球 識8球 破壞一傳 升了後排給金莫娜 但金莫娜似乎沒有準備 所以對他來說 叫做不適合打的球 他硬硬起手 時間是有點問題 他沒有打打 最初打打 其他隊友負責 對 所以入的時間 入得不好 對 楊浩的發球 1米83 年紀其實他很輕 雖然大大舊 23歲 破壞一傳 收證過來 給隊長按摩 很高 中國隊看到路了 這幾分對中國隊很重要 其實連拿了三分 在技術踏盤之後 我覺得今晚整隊中國隊打出來很積極 沒有生氣 繼續維持下去 楊浩的發球 這些是強心針 為什麼呢 你打球直接得分 會令對方的防守 會失去他們的信心 這個球直接打到地 碰都碰不到 對俄羅斯來說 是一個心理壓力 沒錯 因為正常的球 你起得不好 都會打到 剛才的球真的完全打到 所以教練 立即叫他集中 開始禮 大家都知道 黃羅斯在打波籃 聽到卡普的聲音 其實卡普的第一個罵 就是罵他們的自由防守球員 心裡告 因為其實剛才那球 在他附近 在他附近 我覺得他罵得對 因為那個站 真的是自由防守球員 這個隊在 15、16之後 連拿了四分多 現在領先 19比16 讓我記憶 幾個開球 開得漂亮 碰都碰不到 這個球 慢慢拍 再看 繼續讓路 很漂亮 又是破壞一傳 能否得到這分 被對方修正到 但羅斯都現在沒有攻勢 中作隊組織健術 趙瑞有一個背部 好 好 因為一傳位 你真的不知道怎樣難舉 他又打自演 首先在前排做個虛攻 首先是破壞 對方一傳 他自演破壞做得好 拿到中加南口 因為趙瑞有1.93 哎呀 另外1個 安達摩羅娃 隊長 林米秀兵 打回1球 安達摩羅娃 很混雜 如果2個的四個位強攻 我都是欣賞很多 比金融娃 拿分 可能是 金融娃 開放得多 但打算的穩定性 就是安達摩羅娃 追回1分 17比20 比你高 八球 一傳 不是好 對位 李趙瑞打個禮貌的本地 趙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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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起到王麗蘭 哎呀,這球球呢 俄羅斯隊今晚似乎 我覺得他防守有點手感 很多球都差點差點 當然中國隊是爽脆的 也領先到22比18 同均的8球 我說對方一轉 出聲,對 現在離網一個修正球 俄羅斯修正到 離網球生 安達在後面放棄 現在暫時仍然靠 我們的隊長安達摩洛娃 去獲品 雖然中國隊長是三文藍網 都不成功 三文藍娃入場比賽 就換上施司尼納出來 比數是19比22 暫時俄羅斯隊落後三分 好漂亮,一個雙快的戰術 今天這段球組織 真的做得非常有失狂 但大部份都可以成功 我們還要留意一件事 暫時俄羅斯隊是未組織到 未利用到太子真高的快攻或貝飛 很明顯在一傳出現了這球 沒錯,太子真高是出來一球 但接著這局似乎沒有彈他們的名字 反而安達摩洛娃 就換多一些波塔 就說他們一傳實不一般 硬要給一些有信心的名字 就給隊長其中一個選擇 卡寶要擁抱他們 他們才開始做圖 可能他們覺得這球 沒有那麼漂亮 他們都要做好一點 有時真的很困難 托騰手 那些艱辛的人都未必知道 我看到卡寶籤的精神壓力給陳中華 你每次扯到行李都罵人 會令人更加緊張 他就習慣了 有些人擔心就要看到他的問題 黃麗娜扣球釋發球 破壞對方一傳 收正過來給金莫娃 離網救殺中國隊首喜 張拿收正過來二號位周蘇紅 輕輕力打到斜線 哎呀這些球真是入圍 這些真的是問題 真的要罵這些人 這個其實有 阿祖坦路說他升球升得 已經搞到他們陣的圍繞 我覺得今晚 俄羅斯隊整個防場的方法 失失 反而他們緊張 這個球其實 退到位用下手 他們絕對沒有問題 中華隊拿了一分 我贏一分 金莫娃 不會失的 這球再失的 如果再失的 真的不能打 中國隊也不要緊 接下來四個SAP 可以自己採取攻勢 今天我覺得俄羅斯 少了以前那種霸氣 金莫娃的打出來 其實一出場 已經感覺到他們的樣子 看他們的樣子 太慢熱了 武天王 查法 這樣也夠了 查燒也能守得 金莫娃今晚 給力高 打到手段 謝謝 你看到整隊俄羅斯隊 那些球員 你看他們沒有什麼信心 陳中華教練 都不敢怠慢 雖然是拿著幾個決勝分 但仍然在這個時候 打一個讚 因為做一個好一點 就已經拿第一局先 沒錯 這樣就不用遲 上網 一定要上好一點 然後看會不會是 今天利用多一點 就是第一局會有很多 就是二號位方面的資訊 貝菲之外 再加上一個 就是貝 二號位各邊的靠差 暫時中國隊 是拿著三個 這個 SAP POINT 用到一個就行了 第一局 但這一分 我就馬上拿了 第一局 一招 一招 不到 手勁 被俄斯 守得 過達 歐瓦尼 這局 第一局 你不會擔心 因為你已經失去 我還看見 今晚俄斯 很嚇意 做很多後排拳擊 第五位,第六位,李珊 第一局,中國隊已經領先了 相信各位球迷也挺振奮 對,我想很多香港的中國女排球迷 都為中國隊今晚第一局表演而高興 不過他們表演實在值得稱讚 因為一球會在背兵的卡物 在背兵還是很成功 反過來,俄羅斯真的超級一般 今天一直靠奧特摩奧尼娃 是打後排 然後給他小位 太子真弓 一球不只打藥 你可能覺得應該要打多一點 但沒辦法 俄詩隊今晚整個一傳和防守都不太好 變成利用不到中間的進攻 另一件事 我覺得第一局來說 俄詩隊未發揮正常 未見真章 接下來一定是一場龍爭虎鬥 因為卡普教練不會那麼容易放過獎盃 看第一局的時候俄羅斯比較緊張 但來到第二局的時候 希望他們可以更加努力一點 希望比賽更緊張 這段時間我們去比賽的現場 看第二局的賽事 鏡頭拍攝這一位 就是下轄排協會長 也是中國世界排協的代表魏紀宗先生 他是整個比賽的主席 他都在場裡面去看這一場球 他也應該心裡開心 雖然樣子不是太多表情 現在一局領先之下 中國隊首先是接發球 剛剛第二局開球 很漂亮 中國隊今晚打出來很有決心 知道自己要做些什麼 相反 俄詩隊暫時似乎還未站穩 黃麗娜發球 一傳到位 給我高 快攻成功 好位有多點選擇 快攻可以 也可以選配飛 可以選配飛 可以選他們的場拋 一時間配入 六角球球 三次成功 給你高 金融彎球 升八球 我叫了中學隊一傳 叫了虛風 升了後排進攻 爬到 起了個隊 今天娃隊有這個問題 這球的高度 或者起跳的時間 但是沒有那麼漂亮之下 他有些事情要強行打 我也怕 我猜待會有機會 卡普隔壁校會 換金融彎球 今晚看了他 整個角度 都會出現 其實俄羅斯手工 真的不太順 這個球也是很奇怪 他們說直接把球打到網底 完全不過網 他見了兩個脈脈脈 想併守 不過快攻併上了 真的有點失神 今晚俄羅斯的表現 看球怎麼打 隊長 一個可以打 中學隊救到 強行打過去 羅斯修正 好排 金融彎 中學隊救到 修正過來 仰豪 好 好漂亮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特地比開網線 這個已經針對對方的難網高度 沒錯 中學隊今晚用對天術 對付高大的人 就不應該跟他近網去做博殺 應該設個球 離網線小 等自己的有線路去走 中國隊現在領先4比1 收拾科的情況有位 如果 再這樣打下去 中國握著兩局在手 夜面量大 各位觀眾 不要怪俄仙隊 因為他們現在的世界排名是第一 對他們來說 他要保持這個地位 他是有一定的心理壓力 反正來說 中國隊 他正在挑戰世界第一 只要他贏 他便會登上世界第一的位置 對他們來說 他的心理包袱會比較低 這場球 他們預算了 本輸來打 輸也好 你排名第一 你贏是應該的 所以這個包袱 亦是興奮你分 那些也猜不到俄仙 他一直 是閃得那麼緊 其實如果熟悉大球的球迷都知道 俄仙隊唯一裡面的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的心理數值 有時就會這樣 一對球一沉的時候 沉得很緊要 這就是他們的問題 我們經常都說 在台南壇上面 心理數值比較穩定 俄仙隊個人質素質高 但是心理數值方面 有時會出現一些問題 這個隊友大家特別聰明 今天的防守做得很好 你看這些球 轉著他 打這個球其實不強 刮下去而已 但俄仙竟然站在那裡 沒有動過 沒有防守動作 看這個球 不是很強 不是很快的球 反過來 我猜不到 打氣球 但是中就行了 總之下場區就行了 哇 這個拋離了一個大的比數 6比1 中學隊領先 又將比你高彎 大功攔過來 修正過來給安達摩 哎呀 我們經常都說 看球員有沒有Biting Spirit 就是看這些 你看看隊長安達摩摩打這個球 多有決心 其實很難打這個球 四隻手攔著它 但是仍然 是很有決心去打這個球 比起也比這場球特別多 要靠他比了12次 他成功了6次得分 我經常教球員打球 就是你猶豫是沒用的 一定要給你決心出來做事 做自己要做的事 自己如果盡了 也是做了 就算是輸也輸得太 不算了 就是阿達摩摩 絕對是對面 可以打幾千多球 連續兩球 連續兩球 都很難得很好 其他球員都會反應很慢 但無論如何都會有一個球 原來比較打這個士氣 他們才有機會復數 原來安達也沒有賣的話 根本就一直躲下去 不過暫時只有安達摩摩摩 那個士氣是未失 對 此超彼獎 中國隊反而多生 這個球 楊浩又想打手頂 但是對方的縮手縮得快 陳中華教練開始緊張 因為連續比鵝才追回三分 沒錯 這三分被人這樣追 一跳自自裂 都出現過問題 倒在中國隊上去一傳 幸好這邊又不知道搞什麼 這球球本來的機會 就去了俄羅斯道 對呀 這球球又打了出界 可惜 蘇柳卡燒 但掌握得不好 這球球就按了出界 何時可見 這些球球不像 九蘇紅發球 一傳到位 安達摩摩摩 這個球不可以掛 安達摩摩摩摩 這個球升得很厲害 不是很適合手位 變成了8比4 都小估不到 因為第二局 我自己覺得 就說 韓羅斯可能慢熱而已 第二局 會有他們 已經有的本色 但是出來發覺 原來 防守始終 今天 對手為止都沒有 中國隊友過 我們 如果細分邊 看回整個球 沒有 以往 俄羅斯去打 太枝真高 會做到很多 貝妃的得分 但今晚 我們暫時未見到 另外一件事 就是 通常 安達摩摩摩 或者金黃娃 可以做到很多 扣光是直接得分 今晚也未見到 除了剛才安達摩摩摩摩 扣實牙關打兩行 之外 金黃娃今晚 還未有表現 沒錯 康特摩摩摩摩摩 最近的靠球 都被中國隊藍牙 所以對他來說 如果他更加受到信心打擊的話 這局中國隊就穩陣了 不過現在 不知上早 8比4 如果細地走下去 黃娃斯絕對不利 剛才看到黃君做一個動作 指著他的頭 就是提醒大家 一定要保持一個高的支持 我們經常說 教球員打球 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打球一定要有那種 決心和那種鬥心 要肯承諾自己 要盡最大的努力去打球 比賽繼續 現在中國隊領先8比4 周蘇鴻發球 草堅老娃的美女梳頭 被張拿看到位 打回來 張拿守到 一個大公 今晚 真是 中國隊的防篩 做得十分之一 真是十分之一 這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終於是 其實今晚比賽 是今晚的團隊 來他們的防篩去做 證明了決心夠 是的 難怪國內 很多球買家 期望這支中國女牌 可以為中國 攀搬上世界第一 周蘇鴻的8球 一傳到位 康達 比賽 再給安特打 這球球打得 足手足大 我看他打得有點辛苦 因為暫時來說 俄司都是拉開不到 中國隊是難忘 中國有三個球員 托過籃 三隻手 差不多把整個網 封了 幾乎中一點 先去看球 至於他位不適合開工 對面 修正 給柯站 排車一邊 要發展 打到手邊出街 不過這樣下去 其實柯頭的奧鴻 會相當輕力 其實挺辛苦的 對 後不後重鎚都是比賽 沒有其他戰術用 就挺擔心的 對黃的船 給力高挖 這球很漂亮 反而今晚 中國隊的戰術很透露 趙瑞剛剛打到背筋 又為中國隊得多分 比賽到10比6 中國隊的戰術方面 也做得更多 擔心他的一傳 原來發覺 不用擔心 暫時很好 手球會發球 破壞了螺絲隊一傳 修正過去這邊 安打過去 他很放命去打 好可惜 用下手升球 給他打 可惜這球漂亮 極有限 所以對他來說 壓力很大 扣扣 現在都要給他 他就要揹上飛 球球要打得漂亮 很難 還有一個問題 球升得不好的都是給他 是 還要什麼球 現在都是給他 藥浩打得很棒 熟個矮仔 球排進攻 首董 螺絲隊 現場進攻 好戲給卡普教練 打個二段轉攻 拿回一分 好漂亮 體育位看得很準 直線空了 暫時來說 仍然是俄斥 處以下風 比數中國隊領先 11比7 很強的球 會發球 紅軍 和他今天很聰明 這隻紅貓今晚真是 沒有黑眼 特別醒神 特別醒神 美女梳頭很漂亮 他還有個假動作 假動作 扮設球 會有其他調作 奏效一點 又破壞了俄司隊一傳 帶支針谷連擊打一個 二段 堅硬打 不過憑著個人的技巧 都能夠拿回分球 完全不合位 打側身來打 打 早挑到八球 做一個比率梳流 讓對方難倒 排起球 將南潑球在對面 何時的組織的背飛 帶支釋谷來了 開始來了 因為有一傳 你給他打背飛 基本上成功 可以說去到八百幾 九十幾 一個很有暫心的球員 真的 不過你也有個幸運 有個頭撞球 來打到中國隊方面 有點亂 接著讓他打這個 有人難忘了全方 仍然可以打到那球 龍力 好可惜 五到三下 五到三下 又要罵他了 慘了 早點路 彭坤 隊長發球 一傳到話 你看是怎樣 設定金鑼 重點球很差 打到手頂 8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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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顯 今晚的力量 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那麼強 勝在高 公典出手 這球也能打到 厲害 探純一手 用手腕打下去 拿了最高的制空點 接著用手腕闊下去 幸好停空夠久 好厲害 五次攻擊 全部得手 100% 給金鑼 後面這邊 給金鑼 打 沒有了 現在簡單治療 俄羅斯 給看真正 都不說 一直都被金鑼彎 打 他都是高球 沒辦法 因為他一傳不太好 一傳不太好 做背壁 沒什麼意思 50% 這麼好 十次扣球 五次得分 張蘭起了球 往前發揚 對方難倒 修正二號位 周蘇虹 扭手打直線 給俄羅斯 救到球 再給周蘇虹 打到手頂 俄羅斯 守到 修正過來 俄羅斯 打到 攻擊 俄羅斯 打到 俄羅斯 是他們失誤的 會觸到 最任何分 打球 是寶莉高娃 寶莉高娃 以後補 身份 接上來打 打這個位置 應該是 三方六花 對方 打散了 俄羅斯 追回近一分 剛才俄羅斯 還差點 俄羅斯 對俄羅斯 這問題 其實還未解決 俄羅斯 俄羅斯 還未解決 俄羅斯 還未解決 俄羅斯 俄羅斯 打到 俄羅斯 俄羅斯 因為不適合 打得很棒 俄羅斯 打得很棒 俄羅斯 打到 打到 俄羅斯 有四分優勢 進入了 第二位 俄羅斯 對 俄羅斯 對俄羅斯 我想問 俄羅斯 早選路 設計球 又不太好 但俄羅斯 俄羅斯 其實我們之前 都已經說過 在整個比賽中 我們看到 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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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他們的隱憂 這是很大的隱憂 因為每次卡普 都是捉住了俄羅斯 來罵 但其實球員 很努力 但有時候 技術不太好 真的做不到 但你有沒有 其他人不願 令球員很難應付 這也是卡普 他慣常的勇 他很喜歡捉住一個 來罵 現在的退仗 就是他們的拓球手 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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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起來 讓他們覺得很慘 整天被教練這樣罵 希望他們自己也打得好一點 打得好加堡 又不知道怎麼罵 鏡頭現在拍著剛才一班 荷蘭 荷蘭隊的球員 他們都很會借這機會去學習 因為今年的重頭戲 還有11月的世界杯 這邊也看到美國隊在觀戰 看回比賽 俄正過來 2號位安達馬克拉 還可以攻中學隊守島 好 將來撥了個球對面 看看這個組織怎樣 給安達重點夠殺 打到手頂出界了 今晚仍然是以隊長 安達摩羅威的表現 是比較稱職的 沒有他的話 根本就是大比數 其他球員的發揮真的沒有那麼好 比利高瓦都 不是那麼多球打 楊浩 四個位 球 以後 竟然在這種情況下 有個誤會球輸了 球球的樣子很猛 很頂 很頂 你已經嘴巴了 給你猜 今天的神傳 有些心靈感 眼神方 現在不可以 這個球 我覺得應該是比你高的贊 楊浩 對方的發球 其實核心和中國打了很多次 他應該是挺熟悉的 對方的發球 是自己做一個問題 暫時的核心 但也絕對不會看死他們 他們一有回一圈 我覺得始終攻擊力很夠 現在是做不出來 那些球員抓住高瓦來鬧 因為之前那些失誤 也是在這個水平主角出現 我自己教球員 比較喜歡在練習的時候 把球員的錯處指示出來 我覺得如果在比賽的時候 其實對球員的幫助未必可以 對你高瓦的樣子很緊張 因為在這樣的比賽中 運動員一定是承受很大 一傳不到位置 收線出來 我打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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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球員的隊員 完全靠他 三米起跳 都得分 不贊他也不行 這時間 隊長剛剛得完分 負責發球 好 好 你看這些球 我又不知道難防守去哪 這個球很明顯 一傳飛到這麼高 一定難防守還是難 星球手的二段進攻 但原來金莫娃有跳起 但給了這條斜線 紅軍有機會做二段進攻 剛才他一飛出去就想捉住 一傳也不到位置 先 繼續去打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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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劉亞藍指著對方的難防守 但裁判又不理他 就說那球是戒愛 覺得對方應該有一點點 對方應該有一點點 裁判的判決師姐最終決定 第一次我看到卡堡教練換入後備的星球手 12號 CCC來了 CCC來了 C-100 很漂亮 戰術始終是中國表情 最初是中國表情 二位進攻 黃麗娜不在四號位置進攻 撲進來中間 看到了 撲進來中間 猜不到對方 所以對方的四號位其實是浪費的 對難的位置沒有人 不是打橫天 還要進出好氣 艾絲姐應該打個胚飛 如果給球太子震高 有的 可惜今晚 黃麗娜給太少球太子震高 會發揮 給不到 沒有辦法給 太子震高發球 不要在這裡耍 對方的絕非法法之輩 知不知道你有沒有說錯 剛才有幾球的一傳 我都覺得在現在來說 中國的防守是稍微鬆了下來 有幾球球 你看到 黃麗娜要做二段進攻 其實一傳比得不到 太慈亡 沒錯 所以陳中華的教練 我想他一定知道 立即就站住 現在還有兩分優勢 剛才說的 如果不止一截對方 就可能將會分上快速 天理還是很熱 當地球賽中 看到 都要幫你冰袋灰灰灰頭 經常這幾天都見到這種情況 對 為運動員的體溫講一講 因為有時候過熱 當然是很難打 希望中國隊可以把握這個機會 不要抓到鹿 就不會脫光 這是一個大好的機會 有幾分優勢 有兩分優勢 看看這球球 防守難度 都被對方難走下來 是因為現在全國做到 比較好的事實 很可惜 剛才 在18比13和4下站停 到現在 被對方 最終做了分 只有一分優勢 五分優勢 現在變成一分優勢 李先生馬上進來看一看 進去看一看 防守接駁 李先生接到一傳 一個背臂又被對方難倒 修正過來這邊 一個背臂又被對方擋到 那邊開始神花了 安靜好 強攻 力黨強攻又得手 最平手 20比20 可惜了 中國隊 在一個領先的情況下 放鬆了他們自己的防守 李先生可以早點放鬆 李先生的下手 接球方面真的好一點 可惜了 這個球接失了 好爽啊 就自己有身分 反超前俄羅斯 21比20 所以排球這個人真的很奇怪 看個小 哪個小 很大小 連續幾分 楊浩又回來了 太子爭高發球 一傳到位 他最高的 始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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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真的進步了 打這球球也是很有決心 知道呢 這球球對球隊很重要 馬上為中學隊探討一份 21比21 馬卡寶教練也換回早間六花樓升波 看他們送什麼波 首先摺快球是俄羅斯這邊 黃麗藍 最花全一個差距 這支是接近中學隊 真是黃麗藍 很重要,這個很漂亮 很重 今晚,中國隊暫時來講 如果要數功臣,黃麗藍已經寄一攻 要寄一攻 同分吧 現在大家磨著搶了 因為黃麗藍已經打醒了 金螺娃立即在腰圍做球 打到手掣出界 22比22 這次比賽很緊湊 看球 金螺娃八球 一傳到位 組織戰術 很漂亮 動位很信心 楊浩 打的是楊浩 楊浩也是打這個球 打得很漂亮 剛剛看斜視四角 拍主這位是魏紀中先生 打得很厲害 我輸了一傳 手道位 修正給安達佛羅娃 難倒過 可惜的球 難倒中界 我覺得其實 中國隊應該將自己的手 很容易被打散 有機會擋得起球 因為現在的球 上對前排 我都想到七八成給他 打球 這球 很可憐 在最關的時間 寶利高娃送大禮給中國隊 這真的是大禮 卡普更加生氣 關鍵時刻 這次 看二分 這一分對中國隊很重要 中華州高雄 怎麼開球 球流式八球打到遠線 俄司隊先站到 隊長堅硬打 這個球很堅硬 因為球是升不到位 誰都給他 23歲 人多數很恐怖 安達 幸好安達佛羅娃 是一個很有暫心的隊長 無論如何都為俄司隊 打一分回來 你們高彎八球 中國隊一傳到位 組織天遜 好漂亮 好球 騙了一個字 小小時間差點打 這個球很帥 這些就是以往 在中國隊不成熟的時間 很少見到這麼有決心的球 這個球打得很漂亮 趙瑞瑞有一個大勇的球員 好球 我說一傳太子根高 我經常都說 俄司隊最危險的人分 反而我就是太子根高 因為他的破壞力高 他都沒什麼失拖 只不過那些球比不上 打得很漂亮 現在仍然是平手 安達佛羅娃分後 又強又穩 一眼比著他 打個二號位 羅斯手 很小 很小可樂是連擊的 只是打 不過可能有小可樂 祖簡老娃今晚不用分架 今晚加普會和他談判 還在這個時候發生差分 對 這球波也是 這個失誤是道指道 中國隊仍然是欠了一個決勝分 好 但這分不得到 也要看對方一傳 能網有些運過 修正過來 今晚 很重炮 這下球很重炮 今晚都乖女 知道這球不可以再輸 因為很慘 你打到現在的時間 你輸一分就輸了 前功盡 不是 早選到彎下球 她都不敢大力打 一個戰術 去啦 王麗娜又是走進去打 走進去中間打 又抽下這個戰術 起到一傳這球 比較有威脅 你又起不到我聽 起不到 根本配合不到她走進去打 中樂隊又拿一個決勝分 恐軍的發球 天分 金融花高點球實 給中樂隊難多 機會來了 那是誰 王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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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一分球 又是贏她 首賭第一個 對方的攻擊 嘿 厲害 三步即將開始 值得一提 今晚 其實中樂隊在其中一個環節 大大改善了 就是拍球 在第二球裡面 中樂隊未失過 嘩 好難得一點 做得很好 繼續去 身邊分不要緊 她是做她自己才做的事 其實大家都做得出自己的部署 或者阿輝 其實這場球 基本上一分一分 應該大家一起去拿著想 另一比一場 很高水平的球賽 我們觀眾都欣賞 好 一拳不到位 身邊過來王麗娜 哎呀 好厲害 我真的覺得今晚王麗娜打得很好吃 這個我絕對差 跟她之前那兩場球 她的信心越來越大 這個球 無論打球 球點和轉路都做得很好 好難的發球 好強的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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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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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攻擊都現在88 哪隊做得正經 球王亨 也都是在自己得分仔 經常應該出現的 接發球那邊 誰是王亨 將來在傳道位 楊厚飛進來打 被隊伍搜狗 繼續被楊厚四位強 嘩 我真的很少見 有兩打球 都打了一條這麼斜的線出來 這真是信心 完全是 我覺得 陳中和教練的訓練 是沒辦法 你見到球員 真的做到他應該做到的技術 留下藍太長 靠位繼續保持下去 一球不重要 很難怪 今晚加普教練 經常逐一招 老挖來罵 看見這球球 背飛也是很麻煩 太子真高 要探索的手 才能取得到球 9次9球 太子真高 8次得分 真的挺多 但給他打 給了太盛 9次的一球 喂 少女又來了 總共的分球 不知道怎樣都可以 這球員得分的能力 幾個 幾個位 沒說集中一兩個 那邊就是集中一 兩位 三位球 周蘇鴻的發球 還沒有收入閘 他們擔出幾個位 其實他這球球 我覺得他們想合意 是屬於鞋底 但收力收得太高 第三個變第一個發球神 今天一回合的發球 這球很難打 所以就 碗不夠重 一球打出格 兩個人難得有地手打 所以有時候 寧願扣盡碗去打 比這些 半打半送 很容易球會失去 射射拉開 5比3 好 看這邊 收緊一下 大總攻給金武 你說夠了 就很得了 很明顯這球 就是中國隊的獲得 真的比較少 中國都叫暫停 來到6比3這個時間 明顯 被對方 兩支炮 壓住了 射下球 射不到第二球 很多時候 打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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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下 我覺得很多時候 球員最慘的 是這件事 他們贏了兩球之後 第三球 就打算沒有那麼大壓力 在下面 就會嘗試放鬆自己的遊戲 但是 又一陣子 放鬆之後 就受不了 看看中國隊 會否打這個錯 其實很多種運動 都可以 就是 臨完美勝利那一刻 即將華臨的時候 自己會給自己很大的壓力 有些少許覺得不容易 就信心派有沒有動搖 他終於暫時留下三分 希望一傳馬上好 難忘的 會好一點 絕對有機會追上來 一傳馬上 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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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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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點 所以 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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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對方這麼晚的防身不太好,其實可以多些利用著他 這條大網都被攔了我路,我已經知道了 下次也會把我全房擋出界,照著他攔網成功 這個攔網也可能會更差,但照著他各位,為了我隊 停擺了兩分,就已經在這裡 繼續一樣,我會快球 不打了,不打多了 今天也不太多比 其實出頭幾不打 好像不可以打 十支扣扣,五個得分,50%吃了 好漂亮啊,又是啊 陳中華大,又不是聽到他會打嗎 你跟他一樣,應該的 英雄所見立童 真是,這個照樣要去發揮 照樣要去發揮 陳中華大,又出現了一次 是這樣的 這個挑不及,我覺得很好 對方全 手進來這邊,比安達 打手呢 有啊,打到手邊絕大 打到手邊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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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分數,分數 分數出來就是8比6 他出界的話 就是8比6 他到第一個技術的暫停 這就是我們都去廣告時間 好漂亮,領先 要去到第三局的第一局 技術暫停的時間 其實會否反映到 馬洛斯真的有機會可以追到 第三局 其實絕對有機會 因為我們看回這場 一開始的時候 馬洛斯特的球員 打起來的責任心 和他們的決心 大了很多 幾個球員都開始發揮回歸力 包括安達波羅娃 金莫娃 太子震高 這場 真是 很臭 感受一點 既然這麼感受 快點去球場 繼續看比賽 剛剛駕駛的時間 轉過頭回來了 中國都已經追回了 8比8平手 剛才我看到 對方阿蘭的 一力量更長 代表我幫湯桶獲走 駕駛的快速 他回了轉 安達波羅娃 球場 這些就是他的附身 馬上打斜線 救生 我才有領先1分 9比8 9比8球 破壞了一拳 馬上打斜線 太子震高 博士分不吐位 表班個人都今天 挖來網球殺 中國隊守起 龍軍修正過4號位 王麗娜打到手掌 王直守起 王麗娜打到手掌 後排中攻不到位 中國隊修正 給王麗娜離網球殺 打到手掌 打到手掌 卡普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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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過二環中攻 不打下去 國外局已經開始鬧了 我分都未完 他已經不滿意這次做過 因為我坐著聽King Sir在旁邊說 其實我會走著 我會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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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轉彈馬拉 王麗娜 卡普教練 卡普教練 很厲害 這手很順 那我看 這球球 我看見王麗娜 夠了 夠了 張拿好厲害 好 陳中和教練 選擇用張拿取締李永 絕對是名字的選擇 很稱職 整個賽事也是 還是人 嘩 還在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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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有關田時刻 現在還在有這個分數 還在看教練 但被中國追回十幾十 是的 劉華藍發球 拼乎球 破壞一對方圈 金馬拉離網 勾散 打下去 中國隊首島 撞回到俄羅斯牆區 修正球來不贏 比金馬拉 三文藍黨成功 修國套摩 快點組織技術 一個更厚 這球分贏得好 完全是防守 重回贏的 對 要贏分 要拼離對手 先要捱起對方的強攻 這就是現在打排球的規律 中國隊很開心 周蘇鴻也是一個很好表現的球員 俄羅斯對一傳 各位收席給金馬拉 離網後殺 守起 龍軍 4號位 楊澳打到手邊 這邊又收席給金馬拉 沙文藍黨 守到 哎呀 我撞到國際界 這個球已經守得不錯 中國隊一向是很贊 今天金馬拉 最終的幾頭 中國隊起碼都站得到位是正確的 沒有錯 步位是正確的 沒有步錯位 一傳到位 還要去打個快攻 打手邊出街 這個快攻的出手真的夠快 很快 他們兩個笑笑 因為這個球身矮了 但是是批出去的 他不這麼快 把手邊打到和空 他們暫時燒水 都挺純 有些失誤 他們可以慢慢來 周蘇鴻 黃色八球 黃色八球 對回一傳 修正二號位 給金馬拉長東 哎呀 我小黃色 將來都自己 平一平手 其實這個球可以飛出去拿 又被黃色追回一分 追成平手 12比12 你一分我一分 拉腳折 這兩個黃色全部都是 將球 勾到高一高 你兩邊來打 這兩個黃色全都不到位 看黃色怎麼打 這個球會太高 你力都說 又來一個快撥 他不打了 這些球撥下去 比你高挖都聰明了 明知道今晚自己手工不太熟 就不強球打下去 太闊 搞得了 其實黃色八球最重要 今來挖這幾球 好像手工不太熟 剛剛看到 二連進攻 被對方搜到 手中在腳挖後排 往前相對 咦 黃球的呢 停一停 是不會的 沒錯 應該是一個黃球 因為大家在某時爭氣的時候 將球按停了 為何排又歸禮 那球停止 就要追黃球 沒錯 黃球分數沒有變 13比12 俄羅斯坦暫時領先一分 今晚了 扣來吃八球 楊浩 又被俄羅斯坦首島 修正過來這邊 給安排波利 好啊 好啊 剩五是比較不合分 真是 實情是比賽最好 現在把我隊沒辦法 盡量手氣 他們現在真是一招 比不到中間的 盡量很高給兩邊 今天我一開球 這幾個都開得好 沒錯 哎呀 還要折迫 怎麼玩不得贏 還要折迫 十五十二 這裡拉開了兩分 看看中國隊 可否真的挑戰 羅斯世界第一的地位 看看他們的 中勝甘 這麼夠強 可不可以折迫 這一個馬 大家這麼巧 都是OA的頭 嘩 今晚了 繼續說一下 中國隊一傳 收縱四號位 楊光是鐵王 喊鐵王 打了 再收縱立馬 後排最高 幸好 這一個藍空很重要 對著我的隊力 幾順啊 今晚了 泰哥三個扣球 剛才拍球 非常容易 這個後排 其實他都打得不低 剛剛好 贏後位 他借一借 今晚了幾大壓力 看一看打完 看一看 看一看 嘩 現在一傳到位 收縱二號位 打開手 拿完這一分 去到這一局的 第二個技術暫停 仍然都是他們領先 更多一分的優勢 第一次暫停 8比6 我現在十四六比13 其實呢 觀眾角度來說 這個第三局 真的不差 大家就是 拿了這一局 打中分架一籠 是剛才拉到金娜娃 根本的打開兩個一次 將那分數拉開了 不過那些華俗領先 那些華俗領的 其實有排隊 但其實我對 持續贏的觀眾 兩隊計 哪隊領先 一局先 一局先 他也有排馬 現在 河俗領先 我身後兩局先 我自己 都沒有在 他們真的沒辦法 好 趁著這個時間 大家 排球比賽那麼激烈 在休息這段時間 提一提各位足球迷 就可以看18台 因為即時四國要勝出 郭珍米蘭對即時的賽事 就在即中要進行 其實節目兩年半就開始了 大家就可以多個選擇了 不過這次機場排球賽 就不要走開了 他們一定要知道結果 究竟中國隊合能否再下一成 就要重用得開了 最好3比0 不過你看個勢就說 郭珍米蘭真的很大機會可以追回他們 這場球 其實有很多中國的困難 可以說是一枝炭葉針 去看中國隊 旅排的成績也在哪裏 看回他這邊 飛不到位置 才會陪著對面 安達把握成功 四位王麗娜 又被郭珍米蘭捱起 異熱進攻 側角來捱起 轉身 看而走 其實他也試過反應 尤其是阿波扔回來 最後這個攻擊反速 這本帕是不好 這本帕是一本帕是一本帕 他又多手腕啊 大臣是 差點多 他控制不了 這一段時間 我覺得 中國人都是自己亂了 自己的進攻和節奏 我已經看過了 已經定位了 已經定位了 那才四分 其實在這時間 中樂隊已經是第二天的贊名 對他們來說 陳中華教練也很勇敢 球員可以大賣一局 正落三比零 就是散招 他也知道剛才的十七分 對方在一個很關鍵的時間 他不叫不行 但叫完之後就要看球員的發揮 一傳到位 最重要的方法 會給他一分 所以有時候有一點點 可能在塞打方面 有些事情教練可以看到 立即大家交通 和球員也可以盯一盯 我追上去了 正要求他發強 挑副球 我說一對方一傳 安膽啊 挖你發球 好厲害 因為這個球員真的很穩陣 他的心理狀態保持得很好 我覺得好一點 平時真的十分好 對方都是我們的眼睛 都是王女 比你高吧 八角 有啦 大家都做得好 另一位中學隊 應該要依順的球員 也是劉亞蘭 因為劉亞蘭在殺手榜中 排名第2 證明有一個很有實力的球員 明天來 泰智英哥的藍網 讓對方看到 背輩的美劇 還可以上去 藍的藍 還可以上去 藍網不分是最好的 方法 證明拿到法困分 我覺得中國隊的陳翁華教練是看到俄羅斯的進攻的形式 所以藍制島的太子真飛的背兵 今晚我留意到有幾球隊的太子真飛想做進攻的人 都被人碰到的方向 就是知道他們的位置在哪裏做進攻 那些以後俄羅斯不可以攻擊 他們每一隊的體制制下 其實如果有一個人是前方的角度 他會打得舒服一點 不會有兩個人來走他們 好像說夠用的 所以簡單一點 現實真的很簡單 二位是俄羅斯的高一方 後俄羅斯是俄羅斯的高一方 拿不拿一匹打得太子 都不如打個背兵 他們都打得太子 是這麼多的,很交叉 因為很多人都會看過這件事 剛才他打那些球 有些人說他操之大 即是說 只是注重高度和力量 會有小巧的動作 中國女排的特色就是 他們的動作是很厲害的 大家在這裏作個比拼給大家 是羅斯領斯一分 優勢就去到這麼多了 這裏又是打了 背兵比中國的難斗 黃麗蘭斯 嘩,這裏又是風雲不斷的 斜絲龍打得太子 黃麗蘭斯 真的打得太子 很殺死 至少連泰智珍高的軍手 都被他打得太子 其實已經一路打得太子 剛才還可以 爛回尾為爛死 直接 十八平手 龍方法強 看一看 好,要收拾 黃麗蘭斯 你知其餘 不要在這裏洗了洗 如果不是 這下子都不知道做什麼 十九十八 中國隊領先一分 看看會不會比劉亞蘭 因為劉亞蘭是幾個前排 紅軍發救 好準 有 因為黃斯坦一拳 黃斯坦沒有辦法準備 中國堅持 紐約 藍來了 還要收到 最正少位 黃麗蘭 好準 劍王 黃斯坦沒錯 今晚黃麗蘭 真是中層風雷 好準 時間到 黃斯坦 基本上 我今晚說是 是模範的錯誤 每個發球 扣殺 都做得很出色 其實中國隊 以往一直沒有擔心 之後 沒有一個比較 很穩定的 少爺 有什麼差距 這波起得不好 就被人家拿出來 就是優惠獻給這個角色 他們也不是說 找到一個高力 來打這個位 慢慢地現在陪出來 就讓他 被人家殺了一個 出來 即是很贏 很恐怖 再如果黃麗蘭 維持這樣的狀態 至少兩個四位 令大家沒有那麼擔心 現在可以進來做 那整個 正不起來 就變得平靜一點 我們剛才看到 後備籍裡面 中國女排的球員 自己都很緊張 好希望 打破縮命運 演出這個世界女排 大獎賽的冠軍 冠軍的發球 一傳也有到位 後排中 都不急 打得很厲害 雖然是部隊 都首給了 過 最近回到一分 19比20 這一步一定是精彩萬分的 大家就是要 黏緊的電視機 看清楚 一球 冷睡也要 洗洗電 繼續看 不會眼淡 我們一樣 好緊張 一傳到位 王麗蘭 車先回答 給對方手起 收正過來 金王花牙車 讓江拿手到 收正四號位 王麗蘭 哎呀漂亮 這下方 今晚王麗蘭 真的很濕 明顯地有信心 因為這球排是容易的 沒有信心 那一排 你給她的命波 都不夠大力打下去 不夠大力 今天這麼難打 你都打到過去 四分 四分 就可以攀上世界第一位 看你怎麼拿 四號位 金王花 好厲害 出街 好厲害 真的打出街 這球 這球要贊中國 那個難網 三人難網 到金王花 要打出街 今天俄羅斯隊 又出了正選的星球手 我想言之 加布教練 對他多不滿意 因為不是換他出來開球 是換他 是另一位星球手 是出去 是星球 黃威喇叭球 火牌對巴克全 精華後排進攻 安達摩羅娃 會不會可以用 升到後排進攻 起碼都 等了他 Siri更想分享 各種隊贏面大 一分之水利 加布教練 如果早都換Siri 他可能會好些 但他信心主張是正選 他信心大些 速度 是 你們真的 自己選自己的機會 我想很多人都猜不到 今晚竟然會被中國隊領先 這個地圖 23% 還是 中學隊 中學隊 中學隊暫時 在第3位 還未有生誤 第1個生誤 是 這球 會不會封脫 又是三次的 南網 都演 厲害 因為我們說 南網琴 對於 近高大球的 強手 就是 遇到一下 打了一半 不過 學勁的 不要緊 保持戰異仍然有機會,泰智新都發球 比數是21比23,俄羅斯隊落後2分 這一球對中國隊是關鍵分,但中國隊如何組織跳術? 一傳最重要到 到啊! 到就有了,雖然差點點,但配交叉 現在打到對方的籃球也有點結束了 周蘇鴻正按下去,摸一下手邊身體 這個就是整個比賽的決勝分,拿這一分就是冠軍 周蘇鴻發球 賤到,快速上了,都是給最有信心的出一步 搜到啊!中學隊,看這球如何打 去中學隊,啊! 這樣啊! 好! 嘩! 原來是三比來的! 嘩! 我想比很多人猜 圈內人也很可能猜到 猜不到三比 嘩!這個很重要啊! 這個呢,省招牌啊! 真是省招牌啊! 十年來,未贏過大獎賽的冠軍 今次呢,在第11年,打破宿命令 寶寶寶寶孝